在中非大战里被中国队打扮,被周期25分12篮球感冒玩乐之后,菲律宾主帅跟球队发起警告,可是菲律宾主教练吉奥向队员们发起的警告,更多是与场外的生活有关系。 他告诫队员,离开亚远村去玩是可以的,可有条一定要注意,一定不可以碰女人,不可以交际,包括第一场比赛拿下28本克拉克森,也被吉奥公开警告,这是由于另一个本来有实力夺冠的球队日本队,有四个球员公开招职造成开除,让日本队现在只剩八个球员,球队战斗力被减弱。 菲律宾已有一些球员,由于之前打架事件被禁赛,假如再有人被驱逐回国,那之后的比赛真不用打了。 他们辛苦招来克拉克森,与中国对抗目的也都达不到了,球迷们对此在网络上评论道,记得被穿队服去,很明显,真想去就穿日本队服。